要去追金融研訓院的資料之前 当然跟您报告 这都牵扯到台湾的经济 到底未来好坏与否 讲这个主题之前 我先问您插播 就在今天刚刚公布台湾 9月份的失业率 幸好降低到3.96% 4以上是比较严重的 近5个月来的低 所以我们的就业环境 逐渐在转好当中 所以来看现货外资的 今天动作是卖的 而外资今天有买转卖 因此如果我可以反向去找 外资来求人大哥请上来 现在外资买抽的前20名 如果要找到同买的 同买的标的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三党 中信金 齐鸿 还有英叶达 好 来先解决同买的三党 成龙大哥 我们先看电子股 好吧 好 我们先看齐鸿好了 因为齐鸿算是今天拉出一根藏鸿吧 涨停板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說他第一个 他在伺服器的散热 营收出比重还蛮高的 那未来还会再成长 那可是呢 我们要讲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股票 他有一点算是落后补涨 就是说好久没有涨 对吧 盘整很久 然后现在开始做一个补涨 你去看英叶达 英叶达也是大概类似的状态 就是说他的横盘整理都一段时间 然后开始转强 对 这一种标的 是属于防御性的操作 也就是说你看外资 今天买超前20名 里面 其实电子股 他比较琢磨在防御型 防御型 他比较不像以前主流 我们就买台积电买联电或干嘛的 他台积联电联电的部分是站在卖房 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 现在外资在价值型投资 以这个角度 所以我归纳一下 也许你听不太懂 成功大哥刚刚说的 比较防御型 是不是这样子 大盘现在是在万八 然后万七这边横着走 可是外资不是笨蛋 他怎么可能给你追在万七的关卡 因此如果他要买电子股 他叫蛮 相较之下一低位接 第二个有些呢 第一个是低位接 再来有些是打出了 红盘底型 然后突围了警线 第二种形态 或者是说慢慢的 他的这个业绩或均线逐一站上的 第三种形态 这叫做比较像是防御型 比较防御型 然后比较有所谓的CP值比较高 或者我们讲 他在着眼明年的殖利率 譬如说我现在股价低了 可是我公司获利还不错 那是不是明年殖利率还不错 所以第三个 比较像是明年的殖利率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 条件叫防御型 防御型 好那知道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金融股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五倍券发下去 最受惠的 当然是那些什么电商 那你说消费金融受不受惠 受惠你刷信用卡 很多人绑定信用卡 对嘛 所以中国信托这家公司 他不是台湾发卡第一名吗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走势 就是外资买超跟投信 都站在买方 把时间拉长一点 我请成龙大哥 教大家一个重点 跟您报告 就像刚刚的银叶打 或奇红 我发现最近涨的股票 有一个特色 面貌差不多 都是那种本来是平的 不太动 红盘 突然间的就一根红黑棒 然后挑战前高 这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走法 对啊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还是很多利空存在 譬如说中国拉闸限电的危机 还是没有解除 所以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下 你不知道 那我当然是买那种比较安全 什么叫比较安全 就已经跌完了 我已经先跌到底部了 那我就比较安全 譬如说举个例子 像今天外资卖超一檔叫欣欣 等一下我们讲都土洋同卖 我先补充一下中信金控 楚容大哥刚有讲 因为中信金 现在大家消费五废券 绑定信用卡 肖金信用卡 他是发行卡输第一名 外资投信 今天同卖 而且是都是买超 都是第一名 那您刚刚说欣欣是对坐 对坐 我们来看对坐 那这一檔股票 当然最近转强 尤其是外资 大幅调高平等 譬如说有一些ABF载版 目前股价 假设像南电四百多 他调到六百多 都给你调得非常高 那欣欣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很多人最近买进去 可是呢 外资反而站在卖方 是你外资调高平等 但是今天外资卖欣欣 卖很多 所以咯 等等 那就复杂了 把他那时间说短一点点充 大哥教我们好不好 外资我不要说您奸诈 我只说您很诡调多变 好不好 外资报告 报告是看多的 实际上的动作竟然是在卖的 请问如果我面对报告是看多 当我还没看到他卖的时候 我该如何判断 接下来我到底跟还是不跟 信还是不信 当然就不要信 除了这个刚刚欣欣 还有对坐 望虹 望虹 来看一下望虹 望虹 今天外资站在买方 那一样刚才的逻辑 外资现在买什么 比较低档安全的 望虹算不算低档安全 之前破底 破底算不算低档 他都已经卖那么多了 现在开始慢慢回补 但是时间缩短 他这个底型是真的打出来了 不会再破底 怎么判断 教一下好不好 基本上你从量跟价 你很难判断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线型跟这个线型 也很像啊 你怎么判断 我建议各位从讯息面判断 譬如说最近你看到很多外资在 相反在调降 望虹平等 调降滑邦电 这种记忆体股票平等 就降半天 股价都不会跌 反而股价开始打出一个底型 像这一种 就是我刚才讲的颠倒 对吧 刚才是外资调高平等 调不上去 股价反而跌下 那个就要小心 这个就刚好跌相反 外资调降平等杀不下去 反而足底往上 这个就有机会 我今天学到好多技巧 刚柏杰交筹码 技术面选股 从大哥擅长的是跟着市场的消息 看懂它 如果现在一直在看坏 股价却不跌 看越看坏哦 低点越来越高 那就是利空出境 没错 还有一档对做开发金 开发金呢 他的概念呢 跟该中信金又不太一样 一样是金融股 但是开发金比较跟证券有关系 那最近的证券行情好不好 因为他有凯基证券 对 证券行情其实不太好 成交两千多亿嘛 你说如果哪天成交量 三千亿四千亿 那买开发金 就会比中信金好 那现在是刚好颠倒的一个 那我问你哦 在开发金 现在依旧处在一个横盘整理 然后你看量一直缩 像这种格局 是不是依旧走在洗筹码阶段 等到筹码真的洗得很干净的时候 就一次表态 对 没错 他等股市转强以后呢 他就会跟上了 好 感谢成龙大哥 谢谢您了 赞 今天呢 土阳同买超的标的 有三档 中信金 齐宏 还有英叶达 刚刚呢 从这三档读出了重要讯号 成龙大哥说 为什么外资口信同买超 第一名都是中信金 五倍券大家开始消费了 国内绑定消费 而且呢 发卡量最大的就是中信金 所以咯 题材啦 消息啦 热头上 当然就买它了 而英叶达跟齐宏呢 读出了第二个讯号 原来现在的外资动作 是卖高位阶的 比如说像联电 买没怎么长到的 刚刚整理平台越过的 像齐宏啦 英叶达 这第二个重点了 但是呢第三个从对座的 对座我先念一下 对座档数也蛮多的咯 旺宏联电 开发金星星 还有远东星 总共有五档 都是对座的 而对座呢 你拿捏不基础了 到底我是要跟着这个法人的卖 还是跟着那个法人的卖呢 听好了 从大哥说 什么都不用管 你只要注意 如果呢 外资一直发利空 一 发利空消息 结果另外一手 买买买 那就是不要吸引他的报告 第二个 如果呢 发了一大堆的利空 没想到他的底部 利空哦 不跌 也就做罢了 还底部越点越高 那叫做利空没反应 利空出进 这样的股票才有期待性了 以上结论 从大哥正确吗 对 没错 感谢您了 接下来说到了 行情炫告 来关注请上来 昨天 幸好我有帮您看 Poco Ratio值 而且呢 明哲说得好 当Poco Ratio值往下掉 就是不太对劲哦 昨天的大盘走平了 不怎么动了 现在呢 涨低多的一两点 一两点 这有什么好报的呢 可是Poco Ratio值 竟然是这样 没想到 今天的行情 就真的涨不动 一样是走平哦 但Poco Ratio值 继续往下掉 会不会下个礼拜的 大盘这一条 就这样呢 这是先行指标 我果然的空单 明哲说 空单降到一万五千口以下 叫做好 增加到两万口以上 连育衡都承认了 这样子叫做不好 今天有贯州说明白哦 这种不好 我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夜盘 稳在盘上 但这种力道 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您的看法 这个力道 当然不会很强 它就是一个整理盘 那我们看到 刚刚这个外资的一个 操作来看的话 这个当然是不好 还是一样 一次增加太多不行 可是如果缓步增加的话 那大盘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盘在这个地方 再来 好 那我们再看那个 Poco Ratio值来看的话 我们看比较一下 前面这一段反弹 这个一路往上 是正常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高档震荡 Poco Ratio值往下掉 代表说上方 有人在卖 有人在卖 这代表说 这个行情 上有压过不去 那暂时横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下来呢 外资的动作非常重要 外资的动作 对 那夜盘现在呢 夜盘来讲的话 我认为 还是没有改变 那太大格局 它就维持一个反弹架构 我问您 您刚刚一直在讲横盘 那横盘 现在大盘该横在哪 大概上档 季线附近 我们大概抓一个平台整理区 这边有一点 可能是微幅压缩 对不对 果然就是我画的那一个 你看 绿色这一条就是月线 然后油标 帮我跑一下了 然后黄色这一条呢 就是季线 所以已经有四五天 上不过季线 下不过月线 继续横下去 对没有错 横到信心跟量都没了 横到哪一天 一根或者是一根 这样子 当做一个讯号 横到一根黑K走空了 对没有错 横到一根红K翻多了 对没有错 那量呢 量我该怎么看 量要放大哦 如果说往上走的话 其实量要放大 多少 至少我认为大盘要3000亿以上 那期货来讲的话 就是你看到有没有一根 是比前面来的多的部分 那如果呢 是黑K往下 量也是3000亿或3200亿代表 也是有意义的 什么意义啊 这边就是说 把图清掉一下 如果是横下 你会发现量会一路锁 它就继续整理 那当出现一根现货量 突破3000亿或3200亿都一样 突破一根往上或往下 代表说有人用大量去买 或者有人大量去买 这是方向的讯号 也就是这一根如果是黑K 超过3000多亿 就是呢 我告诉你哦 我不计价 那盘价再便宜 我都把它倒掉 那个空方力道是强的 对 感谢观众 非常谢谢您了 回来一下咯 请注意了 下个礼拜 Monday开始 空单 如果空单光一天 狂增了4000 5000口以上的空单 看到了25000口的空单以上 行情是有点转空的味道 期货夜盘 现在依旧是在横盘 上面季线过不了 下面的月线看起来有仓 可是横不是个好事情 或横到大家信心脆弱了 横到量都不见了 所以刚刚挂州说了 如果月线跟季线继续横 终究还是要表态的 横干嘛呢 用时间贯取空间 所以时间日后的空间跟这样 如果都伴随了3000亿的量 提醒您 这样子叫做好 这样子叫做转空 以上结论贯州 没错吧 没错 感谢您了 接下来成龙大哥请上来 我们开始追大盘 今天的大盘 成龙大哥帮我从这个角度 感谢吴中书董事长 带领下的金融研训院 之前公布了这个风险指数 风险指数有房市的 结果来到一年的高 金融指数 金融的风险指数 也来到了将近一年的高 可是房市部分 金言院说 打炒房渴望降温 因为风险指数已经攀高了 你看配合央行打炒房 这些行库都有所动作了 请成龙大哥帮我一下 这份报告如何解读 从金融房市两大指标 怎么研判台股下一步 好 这个指数 他在告诉你 台湾的金融的环境的稳定度 就说他这个指数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是资产评价的一个风险 譬如说股市房市 最主要是股市跟房市 这两个 那他里面的细项 是说股市基本上还算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九月份的时候 股市跌下来 跌下来不是殖利率就比较高 所以感觉上比较安全 就跌到谷底的比较安全 但房地产是逆向往上走 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地产走高 会有点风险 因为央行在打炒房 所以会你 譬如说你追高买房子 到时候被打下来怎么办 会有这样子的风险 那其他的面向都还蛮稳定 譬如说还有一个叫国外的 国外的因素叫蔓延与传染 他是第四个面向 那这个蔓延与传染里面 他特别的注意到 就是说现在全球通膨的问题 还有中国限电的问题 可能大家要注意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先讲 就是说这一个指数 目前是升到九九点二 那九九点二 是算是最近的一个新高 九个月的新高 那新高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房价上涨 房价的单一个房价指数 是来到九九点九 就差一点点就要破百了 那这个也是七年来的最高 所以陈文大哥问一下 如果这个金融风险指数 其中一个推進的原因是房价上涨 对他的最大的隐忧是不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收资金 如果我们的压房有那么升息一天 那么房价 你付不了这个房贷 可是会垮掉 当然当然 所以他在提醒你风险 好那再来我们讲 就是说他在里面提到房价 会上涨的主要原因 这个他报告里面解的 第一个就是资金宽松 第二个就是建筑成本上升 现在学我原物料价格都上涨 对不对 再来呢就是疫情趋稳 大家敢去看房子 敢买房 就大概这三个原因 所以目前来看 你也看到很多的新闻 最近六都的房价都往上涨 北台湾很多的地方 他的房价已经创新高 譬如说 现在有一个族群叫拖北族 拖北 我们我们最近看那个鱿鱼游戏 你们的女主角是拖北 这个拖是拖北韩 对 那个鱿鱼游戏是拖北韩 对我们这个拖北是拖双北 台北新北 双北的房价太贵了 很多人为了还是要成家立业 他就移到双北以外的地方 叫拖北族 桃园 对 桃园以外的地方 现在很多的房价也创新高了 有的地方 比如说桃园来讲 一瓶四十万的房价都出现 我跟你讲台南更是创新高 对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是各地遍地开花 那这个遍地开花 央行就提早的就做这个动作 因为大家怕央行 央行这一次是这样讲 我这一次选择性信用管制 什么叫做选择性信用管制 就是我央行底下的那些公银行库 民营银行 你们在做放款 房屋放款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叫选择性信用管制 譬如说你买第一户没有限制 但你买到第二户 我就要给你限制 譬如说你贷款层数 本来可能带到七成 我现在可能把你降一层 或者呢 你今天你是建商 你要去买土地 这个叫建筑用地的贷款 那可能以前可能带到六成 现在我把你降一层 你不要以为那个贷款层数 降个一层 本来可以带八成 现在只能带七成或六成 这差很大 如果你只能带七成 你接下来那个三成是自备款 对 没错 一千万要准备三百万 只能带六成 你要准备四百万的自备款 没有钱 对 那杨总裁是讲说 他不是打草房 他是希望你们购物者 针对你们未来可能会担的风险 要自己负一点责任 等于你提高一点自备金的话 你是不是比较有抗风险的能力 避免投资资金把房价拉高 但是你说房价走高 他他真的能够把他拉下来 比较难 他打不下来 但是让他还涨也好 不要一下冲太快 比方说现在一坪三十万 马上三十五万四十万 那会产生一个预期心理 全部人都去买房了 对不对 因为买房很好赚 他希望能够走稳一点 大概是这样 好但是讲到这边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央行的这些选择性信用管制 也许没有办法把房价打下来 但是房地产的价格 也不会走太快 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个 房地合一 房地合一税二点零 程龙大哥 因为这个之前 我们前线有讲过 我怕你又忘记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回来之后再来细讲 那程龙大哥我先要个答案 为什么要打炒房 央行很讨厌人家讲说打房打房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打的 我打的是炒 不是打房 这样子 打炒房 所以某种程度央行是也会担心房市有点点过热 套莫迹象 没错没错 谢谢您来先请回座 这一张还没说完 到底房地合一税二点零 才是房产投资客的大魔王 言瞎之意什么意思呢 那房市炒房部分这么一打 价格不会再快速飙高 对我们经济就是个加分吗 那经济如果是个加分 股市慢慢就走稳步调 是不是呢 麻烦程龙大哥继续帮我推论下去了 麻烦程龙大哥